新冠肺炎 规定人与人的安全距离 是6英尺 就是2米 我在家憋得难受 我看 也就是码头的地方 人和人是6英尺 因为什么 大船没法出海了 游站关 就我的小船吧 还能够出去得瑟得瑟 看看有没有6英尺的距离 连个人都没有 所以说呀 温哥华政府是关公园海滩 大家玩的地方 这种码头他是不会关的 因为没有人 你关码头干啥 看看我们家旁边 今天我跟老公来换电池来了 我这个邻居是25尺大船 因为没有油了 鸟腔换炮了 炮换鸟腔 他把他的小船拿来玩 这些大船都出不来了 没有油啊 不给加工油啊 有一些出去了 带着被子入的出去了 没有人哪 我找个没人的地方 留的留的 不违法 看看这都是螃蟹笼子 昨天有人问我 螃蟹笼子什么样呢 看看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是大船 带房子的 远处更是 连还带带门的呢 我走不到那 我只走我们家这一条 没有人哪 没有人哪 船码头一片寂静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喘气 这地方多好呀 呼吸新鲜空气 不用憋在家里头 今天我俩不老些了 够吃就行了 就在这溜的溜的 散散心就行了 别太坦 那螃蟹养兮兮兮 哪天领我孙子再来 那远处有个大帆船 最远处 有个老头 他每年夏天就在这住 我每次开船路过的时候 都看他在那里 船就是他的家了 当然他们这些船都有卧室 有卫生间 我家船不是个小船 只适合捞个螃蟹钓个鱼 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到头了 每个上面有电有水 看不看到 大船都得用电 常点通电 我们家不需要 我们家需要自来水 冲冲船就行了 让船保持干净 好了 到了就这个船 这个大帆船 有个老头在里头 他肯定在里头住 我昨天过来的时候 还在那躺着呢 看见我们就打打招了 这个是船的出口 我们从这出去 然后出发 这远处是大船的家 看看这个多么寂静 新帮有一两个人 远处有人走走路 在那头 找在这边温哥华 这样的地方 找人不多 找个人不多的地方玩 还是完全能做到的 看不看到有穿红衣服的人眼 看到没 我跟他的距离 就不是六英尺了 五十英尺 五一百米都有了 看看 看看 这去年我们家是这条路 前几年我们家在这边